张鞋良 张鞋良在国内外压力下 毅然一致 实现了 由军阀混战 走向全国统一 结束了北洋政府黑暗的控制时代 但是 反对者并未就此罢休 张鞋良将军 仍然处在困扰当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人 之所以长遭外辱 抬不起头来 被人欺负 就是因为 有许多人在闹分裂 搞内争 使得我们好端端的一个中国 被搞得四分五裂 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实行中山先生的遗嘱 天下为公的遗训 团结起来 赶分起来 铲除民族败类 那我想 中国何以不能够强盛 何以不能够兴旺和发达 我好端端的遗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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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端端的遗嘴